受灾的民众超过30万人 也有一些孩子因此变成了孤儿 其中包括了今年已经54岁的蔡先生 当时他全家人都被大水冲走 剩下他一个人只好住进了育幼院 今天他回到了这一家育幼院 只说看到里面的孩子 就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 站在育幼院房舍前面 笔手画脚聊着过去 蔡复古小时候就是住在这里 民国48年八七水灾 全家都被大水冲走 蔡复古成了孤儿 被亲戚带到这里 借菜总会爱心育幼院 是传教士孙雅各牧师的太太孙李莲 创办的半世纪以来 照顾过许多孤儿 妻儿 家庭失能的孩子 50年过后蔡复古回到这里 她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没改变 这里就是她的家 也是带给她人生正向观念的地方 我今天是因为如果不是接待总会 帮我带长大 我今天在哪里我不知道 不过哥哥他回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 就是说你看我也是育幼院长大的 我并没有因为我住育幼院 我有什么样的不好 我也没有因为我住育幼院 那没有人嫁给我 或者是说我的工作不好 面对这些孩子 蔡复古还是以哥哥的身份自称 虽然她现在已经54岁了 看到吴幼院 现在孩子就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 虽然大家都觉得孤儿很可怜 但她觉得自己很幸运 记者学团子张国良台北报导 我刚才做到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